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林口体育馆开唱 首日好友林俊杰和欧阳娜娜都到场欣赏 三人在后台开心合照 身高167公分的娜娜特别使出礼貌腿 贴心保护邓紫棋的真实身高 邓紫棋的身高一直是网友热烈的话题 他日前还在微博晒和女星上节目的对比照 笑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自认腿短的他 乐观自嘲想各自的优点 腿灵活 能随时缩短伸长 他23日开唱 林俊杰和欧阳娜娜化身小粉丝 在台下欣赏演出 林俊杰还自备相机捕捉邓紫棋的美照 三人也在后台合影留念 邓紫棋在中间显得特别娇小 娜娜把两腿劈开 使出礼貌腿一招 巧妙隐藏身高差 让网友赞他贴心 伤后首出电影《刘德华》和郑秀文演出 许安华 她是客串 有报道指刘德华意外受伤外曾表示暂停拍戏 最近却为了黄金拍档郑秀文 Sammy 而魄力 以男主角身份演出许安华兼制新片《花胶之味》 兼制许安华今日就此做出澄清 他说 我们当然很想与华仔再次合作 今次邀请他只是客串其中一个角色 香港需要更多用心制作的好电影 我们也要身体力行支持一些年轻导演 华仔向来都支持年轻电影人 希望他今次时间可以配合 同时可为Sammy 打气 一起叙旧 据日本传媒报道 来自爱园县的女子组和爱的夜girls成员 大本盟警本周三 21日 自杀身亡 中年16岁 大本盟警的母亲接受日本传媒访问时透露 女儿最近饱受烦恼困扰 曾找朋友倾诉 在朋友开解后 以为他能够应付及已经解决问题 熟料他竟选择结束生命 大本盟警死讯日前已在网上流传 直至日本媒体证实消息后 大本盟警所属事务所才于昨日发声明 不过声明中对大本盟警离世仪式职责不提 仅宣布爱的夜girls工作暂停 对粉丝的担心及困惑感到抱歉 幼稚成员短期内不会公开演出及更新网制 烦恼困扰 日本十六会偶像歌手大本盟警自杀身亡 16岁女偶像自杀身亡 经纪公司紧急道歉满死因16岁日本新大本盟警是偶像女团爱之夜girls成员 近日惊传自杀身亡 经纪公司昨紧急出面道歉 大本盟警21日传出自杀身亡 消息遭媒体证实后 粉丝在网路上痛骂经纪公司害死偶像 家属则希望大家可以到丧礼现场送大本盟警最后一程 经纪公司先是神隐 直到昨天23日 台发声明表示 爱之夜girls接下来的工作会暂时停止 并对粉丝的担心做出道歉 大本盟警形象健康 时常笑脸迎人 自杀消息让家人及粉丝难以接受 最诡异的是 经纪公司的声明中 只字未提死因 似乎刻意隐瞒 桑礼将在今在高须赫响院举行举行 大本盟警的母亲透露 女儿近来受烦恼所扰 曾找有人倾诉开解 原以为已顺利解决 未料还是走不出难关 大本盟警死讯日前已在网上流传 直至日本媒体证实消息后 大本盟警所属事务所才于昨日发声明 不过声明中对大本盟警离世一世职责不提 仅宣布爱的夜girls工作暂停 对粉丝的担心及困惑感到抱歉 幼稚成员短期内不会公开演出及更新网制 烦恼困扰 日本十六会偶像歌手大本盟警自杀身亡 据日本传媒报道 来自爱元县的女子组和爱的夜girls成员大本盟警 本周三、21日、自杀身亡、中年16岁 大本盟警的母亲接受日本传媒访问时透露 女儿最近饱受烦恼困扰 曾找朋友倾诉 在朋友开解后 以为她能够应付及已经解决问题 熟料她竟选择结束生命 大本盟警死讯日前已在网上流传 直至日本媒体证实消息后 大本盟警所属事务所才于昨日发声明 不过声明中对大本盟警离世一世职责不提 仅宣布爱的夜girls工作暂停 对粉丝的担心及困惑感到抱歉 幼稚成员短期内不会公开演出及更新网制 烦恼困扰 日本十六会偶像歌手大本盟警自杀身亡 十六岁女偶像自杀身亡 经纪公司紧急道歉满死 因十六岁日本新大本盟警是偶像女团 爱之夜girls成员 近日惊传自杀身亡 经纪公司昨紧急出面道歉 大本盟警二十一日传出自杀身亡 消息遭媒体证实后 粉丝在网路上痛骂经纪公司害死偶像 家属则希望大家可以到丧礼现场送大本盟警最后一程 经纪公司先是神隐 直到昨天 二十三日 台发声明表示 爱之夜girls接下来的工作会暂时停止 并对粉丝的担心做出道歉 大本盟警形象健康 时常笑脸迎人 自杀消息让家人及粉丝难以接受 最诡异的是 经纪公司的声明中 只字未提死因 似乎刻意隐瞒 桑礼将在今在高须贺享院举行举行 大本盟警的母亲透露 女儿近来受烦恼所扰 曾找有人倾诉开解 原以为已顺利解决 未料还是走不出难关 大本盟警死讯日前已在网上流传 直至日本媒体证实消息后 大本盟警所属事务所才于昨日发声明 不过声明中对大本盟警离世一世职责不体 仅宣布爱的夜girls工作暂停 对粉丝的担心及困惑感到抱歉 又指成员短期内不会公开演出及更新网制 烦恼困扰 日本十六会偶像歌手大本盟警自杀身亡 据日本传媒报道 来自爱原县的女子组合爱的夜girls成员 大本盟警本周三 二十一日 自杀身亡 中年十六岁 大本盟警的母亲接受日本传媒访问时透露 女儿最近饱受烦恼困扰 曾找朋友倾诉 在朋友开解后 以为她能够应付及已经解决问题 熟料她竟选择结束生命 大本盟警死讯日前已在网上流传 直至日本媒体证实消息后 大本盟警所属事务所才于昨日发声明 不过声明中对大本盟警离世一世职责不体 仅宣布爱的夜girls工作暂停 对粉丝的担心及困惑感到抱歉 幼稚成员短期内不会公开演出及更新网制 烦恼困扰 日本十六会偶像歌手大本盟警自杀身亡